今天我们来学习画蝴蝶 蝴蝶的造型呢 是飞动着或者是落下来 两个比较大的翅膀 会从侧面看的话 有一点点遮挡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刻画的时候呢 一般会画一个完整的 然后去画一个不完整的 先擦出它的方向来 注意它的翅膀是连到 比如说这个点是它的背部 要连到这个点上来 都是往这个方向去连 会有一些不同的笔触感 逐渐变小 然后另外一侧的呢 我们把它的线条勾勒一下 也是连到这个上面来 然后调淡墨 做一些染色 可以留空 也可以直接擦出来 后面我们这边要继续染别的颜色 一些泼墨的效果 另外一边的翅膀 我们直接把它的头部 胸腹部这样点出来之后呢 再去连接 可以用勾线也可以直接点 触角我们一般会用更细的毛笔来画 如果笔上有笔尖的话 也可以直接来画 连到它头部来 然后我们等墨干了再去上其他的颜色 我们先来画一下它在旁边的花形 生一个阻汁 然后点一些花出来 随便画一些啊 比如说这种秀莱唐的造型啊 在这边点一些花儿 然后添加叶子 因为我们的蝴蝶还会上其他的颜色 所以就以墨色为主去添加了 稍微再加了一些绿色 有深有浅 变化比较自然 之后上更加能下去 怎么ARY BELONG最后先推荐 ü tiếng BELONG MAS BELONG T Dur MAS BELONG 等这边墨色干了之后呢 我们填染一下它里面的颜色 和花形有一个呼应关系 我们也用红色和这个朱砂调一下 让它更具有覆盖力 鼠红和朱砂调一下 染一下它边缘的这个颜色 另外一侧我们染其他的颜色 比如我们染一个淡淡的花形色 这边稍微重一点 最后我们可以加一点石色 在墨色的点上作为一个装饰 用浓一点直接点上去 这里的墨色也是一样 身体部分我们染一点橘红色 橘黄色 最后勾一下花心花托啊 等着这些细节 最后可以适当的在树干上 装饰一下一些拍点 这样我们一组蝴蝶飞向这个树花的画面就画好了 你学会了吗 喜欢就点个关注吧